貼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太陽系 太陽 先講太陽 數字完全不用背 多大顆多重都不用背 只有一個461年講過 461年講過 這個也有點小問題 不過不管 我都增上機就好 所以太陽461年 461年 OK 那麼 第一 太陽有很大的質量 帶著一些小朋友到他的鑽 就構成了太陽系 上面的要照次序抄 講義上有英文 一個中文對一個英文 你抄錯了 中英文就不對了 中文英文就不對了 還有什麼行星 衛星 小行星 彗星 我們後面都會交到 然後繞他構成一個太陽系 然後同時衛星除了繞太陽還會繞行星 太陽系是宇宙獨一無二的名詞 因為我們現在只看到一些系外行星 科學家最近在想辦法要找到衛星 所以人家的恆星旁邊有什麼 我們知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所以會不會有名字 不會有名字 我們太陽有什麼我們知不知道 我們知道 那有名字叫做什麼 太陽系 所以我們太陽系 目前是宇宙獨一無二的名字 就是我們啊 把他們都沒名字 都沒有名字 不知道什麼玩意 OK 好 讓他轉 然後太陽的指面所謂的氫氦 前面講過了 你靠什麼發光 核融合 氫融合成氦 你大概一直到高中為止 都只會學到氫融合成氦 其實氦可以繼續融合下去 可是我們都沒有教 所以我們就只需要氫融合成氦 前面講過了 太陽中心溫度很高 上千萬度 表面溫度低 相對而言低 五 六千度 五 六千度 五 六千度 然後呢 它的發光的原因 是它進行核融合反應 氫融合成氦 什麼叫氫氦 OK 這個我們前面有提過 考試會問的東西 然後呢 太陽的發的能量 但其實只有極少一部分到地球 太陽那麼高對不對 像四周發射嘛 是一點點會射到地球來 可是這一點點 幾乎是地球所有東西的能量來源 一般的東西 你數數數都數到太陽 我吃牛肉 讓我有活動 牛要吃炒 炒藥的光澤作用 太陽給我 你看 幾乎都 除了那個極深極深的海底 極深極深的洞穴裡面 沒有不見天日的之外 地球上的生物的能量還遠 通常數數數都數到哪裡 都是太陽給我 都是太陽給我 然後太陽用現在的情況發光發熱已經很久 因為我們有31年前就有液態水的生物 所以表示以前一定沒有熱很多 不然水就不見 也沒有人本多 不然水也不見 所以我們都有液態水 就表現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太陽用這個已經存在很久 我們估計太陽可以再活50億年 50億年的話變成紅巨星 變成很大一隻 然後把地球吞進去 我們就再見了 不過這個問題你絕對不用擔心 51年你一定活不到這個時候 不要說你嘛 你的孫子的孫子 一百次孫子也活不到那個時候 活不到那個時候 所以對 不用擔心 反正他以後會再見 這就是以後的事情 OK 要日了 這個東西現在不流行了 現在喜歡講是太陽閃燕的那個東西 現在就看看就好 就是太陽表面噴發的物質叫做日了 旁邊有一個照片 有照片 欣賞一下 右下角那張小張的照片呢 就是日耳噴發的圖 那這張大張的照片呢 這邊有一個東西這個玩意叫做地球 當作比例子 讓你知道它有多大隻 讓你知道它有多大隻 OK 比例子就是地球就這麼大隻 好 了解一下 日了 表面噴發的物質 日了 知道就好 這個現在完全不重要 平常也不會講這玩意兒 OK 好 這個日了會干擾無線電通訊 破壞高空的人造位清運作業的電磁波 然後我們認為 它也會對地球的氣候發生影響 影響 OK 看一下 欣賞一下 OK了